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我们去到耶路撒冷 在旅游局的安排下 有去到很多户当地人家里面 参观 然后去聚餐 然后跟他们互动 然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体验 这个也是秉承了我们节目的一贯风格 就是多与当地人互动 了解当地人的真实生活 所以我觉得旅游局这一趴 安排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印象最深的是一对老夫妻 去他们家里面 中午的活动是到当地人家里面吃饭 然后这个 这家人据说 我们是第十组到他们家访问的中国人 我们是第十组到他们家访问的中国人 嗨 嗨 欢迎 大九五的过去天气非常热 他们都准备好了一起 食材啊 然后饮料啊 喝的 招呼非常热情 抽屉 Pur 他们的住宿是那种就是那个 在山羊上的小屋 问了男主人,他说他喜欢安静 就是老年了嘛 他说年轻人都喜欢玩城市里长 但是他们老年了就很享受这份经历 有个小专业,然后有个房子 然后旁边看到他们正在干这个工作 我来说,你来我来帮你 什么都命令我来帮你 我要告诉你,Euana Stelle 他正在工作 他正在地 relação 太多的是伤好 你stre dil age 这则没有你正弃 muse还在做什么 你们喜欢求以前 你不要tech 这身边叫我 耶! 来吧! 很棒! 很酷! 整个家的风格非常田园 非常安逸那种感觉 我们去到里面安排好了 各种食材、食物 老奶奶邀请我们一起包 我们都在家里面安排好 我们在家里面安排好 你不用吃东西吧? 你需要这样做 切太快了 关键一下 把它的样子 都会同样的尺寸 好 如果你们要两个地方 可以做 这里是肉 我们大猫 我们大猫 这些是鲜肉吗? 这些是鲜肉吗? 我还会弄不容的鲜肉 鲜肉 犹太民族因为这些也说过 因为他们流浪到世界各地 然后吸收了各地这种文化的特色差异 然后融合成 变成了他们现在自己的食物风格 也就是说他们的食物风格 就是有很多种多样化 然后我们做的那种食物 大家都看到有点像我们国内这种包子一样的 然后还有那个番茄汤 什么的 这些也都算比较符合口味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那几天疼 牙齿疼 但是那个番茄汤我吃的还行 然后老人家还给我们讲了很多他的故事 因为我有拍到那个冰箱上面贴了很多故事 他的儿女的故事还有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 然后还有一只大狗 还有一只大狗也很可爱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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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路撒冷 这个 当地人家里面 这个体验非常好 然后他们的食物 其他 反正很多食物 给到画面 我就不认识说 反正体验很好 就是 与当地人的互动 这是我们节目的风格 我想也是大家比较愿意看 因为这就为了真正反映 你的当地相对的现实 为什么 会不会是没办法 探索 一些 证字省 长 旁百 证柱 这样 证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